把国家还给你 大选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前进基隆火车站前的肇事晚会 没想到慷慨激昂的支持者中 竟藏了一只迷途羔羊 就是这位穿了两件背心的 国小六年级陈姓南童 1月10号当晚因为被留校写作业不开心 离校后自己搭公车四处散心 但不知情的家长找不到孩子紧急报案 还惊动到基隆市长写国粮 那天很紧张 我那天晚上从8点到10点 我跟张苏德居然通了几次电话 他是自己去的 所以他爸妈找不到 他爸妈报警了 然后就是我们这狂找 最后去参加柯文哲的肇事中 其中警方狂找两小时后 陈姓南童在晚间10点左右安全返家 但谢国良也戏称 搞不太清楚为何年轻人这么投入科 好在最后终于回家了 柯文哲则在脸书呼吁 未成年要参加活动前 一定要先跟家长报备 同时不忘预告 21号将举办小草见面会 沿见柯文哲的小草 向下扎根到11岁 宣后人持续向小草们喊话 让明代不禁开酸 小六的学生他怎么会懂政治呢 他也还没有受过相关的 公民道德的教育 你要知道那个邪教的 不管是韩国还是美国各地方 邪教的造成有很多 是疯狂的这个信徒 问题不在信徒 问题在邪教的教主 抖音就是其中一个柯文哲用的工具 直接小六声参加柯造势是风潮驱使 绿营大药柯文哲别躲在年轻人背后 助长歪风 对此民众党发出声明表示 这起事件近期被特定人士 影射为与柯文哲有关 完全乃不实造谣 除了强力谴责外界不负责任的渲染 也呼吁行政院长陈建仁负起责任 墨于污名化青年参政权力为目的 以错假消息攻击民众党为手段 行政院与相关单位 改有积极作为以招公信 女新闻综合报道